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结合以往一道考题 来看一下对于现金预算的编制 那么这道例题呢 它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公司是一家制造企业 正在编制19年第一第二季度现金预算 年初的现金预额52万 然后给了我们有关的资料 就给了很多资料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 它就让我们根据以上资料编制的 19年第一第二季度现金预算 就是考试的时候 如果让我们编预算 它的表是给我们的 对吧 你看它那年考试都给你相应的提示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季度的期出余额 其实也就是什么呀 我们的年初 对吧 第一季度期出就是年初 所以这个52万 那我就马上可以填到这块 而第二季度的期出 我只能是等到第一季的期末了 然后销货的现金收入怎么办呢 我就要去找一下 前面有没有销售预算 我们可以看它第一个资料 就告诉你说 第一季度的销售量是30万件 单价100 第二季度销量40万件 单价90 第三季度销量50 单位售价85 每一个季度的收入都是当季收限 60% 夏季收限40% 然后是19年的年初 应收账款的余额800万 所以这个一看很简单 那就是我要得到销售的收限收入 首先年初的应收账款 那应该是在我们第一季度 要收到的 所以我第一季度要收到的 这个现金收入呢 就是包括年初的 这个应收账款的800万 还要考虑呢 第一季度当期的现销收入 我们第一季度销量是30万件 单价是100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30万件乘上100 然后要乘上一个呢 我们当期收限60% 对吧 因为它是告诉我们说 当期收60% 然后我们再看啊 我们第二季度的销售量呢 是40万件 但单价呢 是90 所以就40乘以90 我们第二季度 我要考虑呢 40乘以90的60% 还要收回第一季度 30乘100乘40% 对吧 就是要考虑当期的现销 还要考虑收回前期的设销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收入就很简单 就是根据前面销货预算 然后第一行加上第二行 就是我们的第三行 是吧 我们就把第一行加第二行就可以了 然后要减去各种支出 我们就看材料采购 那材料采购 我就要去找前面 有没有有关材料采购的资料 你像它的第一个资料 我们刚才用了 就是销售预算的 第二个资料是给了 这个企业的产成品的存货 然后每个季末产品存货 是夏季效量10% 给了这样一个 就是有关存货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要考虑 材料采购支出啊 所以我们上就要看它的材料 有关的数据 我们看第三 单位产品的材料耗用量 是10千克 单价呢 每千克是4元 当即所购的材料 那当即就全部耗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 也就是说我们 在谈到这个材料采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公式 就是说用我们的这个材料耗用量 然后要加上什么呀 加期末减去期出 是吧 那么我们这要例题 它是告诉你说 这个企业 寄出期末 没有材料存货 那我们就简单了 对吧 就等于说期出期末 没有存货 因此我们的采购量 就等于它的耗用量 是不是 等于说这个企业 我等于说给我一个提示 就是你的采购量啊 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的材料的 这个耗用量 那我们的耗用量 是多少 那你当然要考虑生产耗用 对吧 因为我们材料预算是以生产预算为基础编制的 那我们的生产需用量 等于什么 不就等于你的生产量 乘以单号吗 我们这里的单号是给的 单位产品耗用的是十千克呀 所以呢 我们关键是要考虑生产量 而这个生产量呢 我们知道 生产量是以销售预算为基础来编 也就是说它是要考虑销量 也是加期末 减期出 对吧 或者你用那个通用公式 就是期出的加上增加点减少 等于我的期末都可以 是吧 就做熟练以后就是 它根据我的所需要的那个数量 那就是我们现在得以销售的需要量 然后加期末减期出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两个季度 一季度二季度 因为我们要考虑它的这个 生产量的话呢 我要考虑它的销售的需要 应该是销量 加期末减期出 那我们看一下销量呢 它已经告诉我了 分别是三十万件 这是四十万件 然后要加期末 期末存量 期末存量它都是按照什么呀 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企业年初的存货量 是给我的 对吧 然后呢 每个季末的存量 是夏季销量百分之十 所以第一季度的销售量 第一季度的这个期末 是按照第二季度的销量 四十的百分之十 那就是四了 那第二季度期末呢 是按照第三季度销量百分之十 那就是五十件的百分之十 就是五 对吧 还要扣除期出的 那我要减去期出的话呢 你像我们第一季的期出 就是全年的年初 就是三 而第二季的季出 就是第一期的期末四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我们就很好算了 也就是说我的生产量 我就可以写在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量 就是用销量 加期末进行期出 所以第一季度的生产量 那就应该是 三十一万件 对吧 而第二季度的生产量呢 那四十加五减四 四十一万件 对不对 所以生产量有了 我们材料的耗用量呢 是用生产量乘以单耗 单位产品耗用量是十千克 那因此我们这个生产耗用量 也就是我们的采购量 也就好算了 对吧 那比如说我第一季度 那就是用我们的三十一万件 然后乘上单耗 十千克 第二季度 那就是四十一万件 乘上十 然后采购的金额 每千克四块钱 对不对 但现在我们关键要考虑 收付实现制啊 他说每个季度的材料 采购款呢 50%当期付现 50%下季付现 另外呢 也给了我们年初 应付账款的余额 所以我们就来看啊 首先我们看 第一季度 因为第一季的季出 也就是我们年初 年初的应付账款的 四百二十万 我得付对吧 我得支付前期的应付款 还要考虑当期的 那么第一季度的采购 我们刚才谈了 它是三十一万件 乘上我们的单号 是十千克 另外每千克的价格是四 对吧 但是50%在当期付现 是不是这样啊 那第二季度呢 我要考虑支付前期的 也就是我们第一季度的 三十一万件乘十乘四的 另外的50% 在我第二季度付 还要考虑我第二季度的 四十一万件 乘上我们的单号 十千克再乘上单价四 然后再乘50% 所以材料采购支出 我也就可以有了 对吧 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等于 都是在草高纸上 做的一些工作 你关键要考虑 我们怎么样得到 收复实现制的 这个采购的 这个心灵支出 这是我们谈的 有关材料采购这一块 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资料 就是人工了 它告诉你 单位产品的人工工时 是两小时 每小时十元 那你想我们的产量 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 第一季度生产三十一万件 第二季度四十一万件 那你单位工时 两小时 那就用产量 乘上工时 那就知道 每个季度的 总的生产工时了 然后每小时呢 又告诉我们是 十元的这个人工成本 所以这就很简单 一样道理 我的人工成本 那用我的产量 乘上一个呢 我们单件产品的这个工时 它告诉我们是两小时 对吧 然后再乘上 每小时的人工成本 十块钱 然后我们说人工呢 工资不要拖欠的 所以人工的预算数 直接参加 我们的这个 现金支出的这个汇总 所以第二季度 也是四十一万件 乘上单件的两小时 再乘上 每小时的人工成本 十块钱 所以人工成本 也很方便了 对吧 我们再来看 制造费用的 这个有关数据啊 它是告诉我们说 制造费用是按 人工工时来分配 分配率是 每小时七块五 那既然是 每小时七块五 就相当于我们 把刚才人工的 那个每小时 实验变一下 是吧 那就是七块五 那因此我的制造费用 也是用我们的产量 乘上单件的这个工时 得到总的工时 然后再乘上 七点五元 然后这块也是 四十一万件 乘上单件产品两工时 再乘上七点五元 每小时的这个分配率 是吧 所以制造费用 我们也可以完成 然后销售管理费用 那你就去找呗 那它又告诉我什么呢 呃 我们这个销售管理费用 全年四百万 每个季度一百万 而且我假设 人工制造费用 销售管理费用 全部当即付现 就没有非付现成本了 那我们这样一来 就很简单了 销售管理费用 就直接填表就完了 对吧 每个季度 平均的 一个季度一百万 那我们再接着看 它又告诉我说 全年所得税费用一百 每个季度预交二十五 所以我们的所得税 预交的每个季度二十五 我也有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它有没有购买设备 我们再看第五个资料 这企业公司计划呢 在上半年安一条生产线 第一第二季度分别支付的 设备购置四百五十万 二百五十万 那就直接抄就行了 对吧 四百五十 二百五十 那现金支出合计 那就把前面 这个各种支出 是吧 等于说我们这要提出六个支出 给它累加一下 就完了 那现在就要算多余或不足 那我们只能先看第一季度 因为第一季度有期出余额 那期出余额 加上收入 就是我的可供使用现金 对不对 减去我刚才得到这个支出合计 就是你的多余不足了 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下 我们后面算出来这个结果 你看我们这个多余不足 第一季度是一个负的四十八 我们就先用它这个 我们算出来呢 它这个多余不足 我们用一下负的四十八 大家一看它就是短缺 对吧 因为是负数 所以我就要考虑筹措 那你看它这道题呢 我们接着看 你看 其实要是考我们现金预算 它的现金收入支出 主要就是销售的收限 收入的问题 按照收入实现值 还有材料采购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收购限购的问题 其他都比较简单 是吧 基本上你就可以根据 它给我的提示 就可以完成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还有一块 就是我们掌握余缺额 怎么样去筹措运用 像我们这道题呢 第一就是负的 是短缺 它告诉我 每个季末的余额 不能低于五十万 低于五十万 就要向银行借入款项 借款必须是十万只能备 期出 借款期出取得 每个季末 是吧 支付当机利息 这是一个分期付利息的 季度的利率是2% 如果高于五十万 那就高出部分 按照十万只能备去还款 也是 它还款是季末 所以大家看它是什么呀 借款在期出 还款在期末的 而且利息是分期付息的 所以像我们这道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第一季度负的48 那既然是短缺 那按照我们谈的 我们说余缺额是负的 加筹措 我要加借的钱 对吧 然后还要考虑 当期要支付利息 因为它借款在期出嘛 所以当期的利息还得考虑 所以X乘上一个 我们的这个记利率 2% 对吧 我们希望它怎么样呢 不能够低于 最低余额 五十万 所以其实就可以 大致口算一下 对吧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你像这种 比如说你觉得 这个借款不是特别多 影响的那个利息不是很大 你都可以直接 比如说我要补出缺口48 我要补出余额50 那然后这样一来的话呢 再考虑 比如说我们假设 一看 最起码得借整数 98的整数 而考虑10万 那就借100万 其实100万的话 它的利息也就2万 所以这个 其实你都可以 就是应该 口算中的照顾 应该最起码要借 100万 对吧 所以要借 这样一来的话 我就要考虑我的 X 是吧 我要取整 我要考虑借100万 那要是借100万 那大家看 那像我们这要例题 我要借100 是吧 然后呢 要考虑当期的利息 100 乘上 记率2% 那这样的话 就是2万的利息 所以你看 负的48加100 再减去2 那正好期末余额 就是50万 那这个期末余额 也就是第二季的期出 这样我就有了 同理也是50万 加上收入 减去各种支出 是吧 就等于说 我们这不是有支出 合计了吗 你就用你的可供使用现金 减去支出 就得到多余不足 那我们可以用一下啊 用一下我们这个 算出来的多余不足 第二季度是160 那我们也是一块完成一下 多余不足是160 那160的话 我们看比较多了 我就可以考虑还款 那么还款的话呢 你看我们在 第一季度是借了 这个100 那因此我在考虑 第二季度 我要还款的话 我们可以大致口算 应该没问题 是吧 你把100万全还了 还有60万的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 我就还100万 对吧 那归还借款 我要归还100 而且还要考虑呢 我们说还款在季末 所以它不会影响 你的当期的利息 就是寄末还款 那你当期利息 还得要付的 所以我的利息 还是要支付 这个2万的利息 因为我上期末的 借款余额就是100 对吧 我还要支付2万的利息 所以这样160 减去100再减去2 那就可以得到多少 58万 是吧 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考题啊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 我们其实对于现金预算 需要大家把握的是吧 其实还是一个 首先要会编营业预算 特别是销后预算 生产预算和材料采购预算 前三个 对吧 因为后面就比较简单 然后呢 就要考虑筹措运用 对吧 就是按照我们那个通用公式 你去考虑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现金预算的编制 就是结合以往的考题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 财务报表预算 因为财务预算包括现金预算 和预计的财务报表的编制 那么财务报表预算 我们在前面讲 它是一个总预算 因为它实际上是总扩的反应企业 一定时期的财务状况 精英成果 所以是一个总预算 预算的报表和我们的 就是会计上的传统报表 其实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数据是面向未来 那它的编制的依据呢 就是根据你前面的营业预算 包括要根据我们前面的现金预算 所以你可以从我们书上 这个介绍这个程序来看 你也可以知道 是先编哪个后编哪个 是吧 就像我们整个的预算体系里面 我们先介绍的是销售 然后根据销售来考虑生产 然后根据生产量 你才能考虑材料 人工制造费用这些 对吧 然后呢 相应的我们根据这些营业预算 包括资本支出预算 我们才可以编现金预算 那么现金预算 其实你在前面里面 你可以看我们筹拓应用里面 有好多利息的问题 那利息会影响你的利润的 所以我们利润表预算 它就要利用前面的营业预算 我们的现金预算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利润表预算 这块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利润表呢 我们和现金预算不一样 现金预算我们特别强调是 收复实现制 考虑真正在当期收到现金的收入 真正在当期要复现的这个支出 对吧 我们考虑是收复实现制的收入 但是利润表呢 是全责发生制 是吧 和我们会计上编的报表一样 全责发生制 只不过数据变向未来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来看 我们利润表第一行的销售收入 就是根据我们的销售预算来的 而这个收入是全责发生制的收入 它是根据各个季度的销量和单价 相乘相加 得到一个全年的收入 对吧 不是那个收复实现制的收入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 相当于是把那个P乘上Q 对吧 当然这个销量 你要考虑全年的销量 单价 假设各个季度不一样 那就考虑各季度价格 和销量相容相加就这样 那我们这道题的价格是一致的 所以它是一个全责发生制的收入 就是利用销售预算 这个很简单 然后第二个销售成本 这个是考试经常会考我们的 当然要注意销售成本 它可不是根据销售预算的 因为我们销售预算 只是提供你的单价 销量 以及收复实现制的现金收入 你要想知道成本 你必须要有了有关材料的耗用情况 人工耗用情况 制造费用耗用情况 这些 对不对 所以成本的资料 销后预算不反映的 那它的依据是什么呀 这个表18到8 是我们的产品成本预算 对吧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在产品成本预算里面 它要得到单位成本 根据我的直接材料预算 直接人工预算 还有制造费用预算 我得到单位成本 然后呢 再根据我们的销售预算 得到销量 销量乘上单位成本 就是我们的销售成本 对吧 所以销售成本的数据 是来自于产品成本预算 我们那个产品成本预算表里面 就有这个销售成本 那一行数据 对吧 然后收获减息成本 就是我们的毛利润 销售管理费用 当然是根据我们 销售管理费用预算 但是呢 这是一个权责发生制的这个 也就是说 如果有非复现的成本费用 我们是不能就减的 是吧 它就是你全部的 销售管理费用 是不是 借款的利息 这是根据我们前面的现金预算 因为我们已经考虑了 它的这个筹措运用 我们在最后一列 现金预算最后一列 有一个 等于说全年的这个合计数 就是利息这一年 总共是多少 把它搬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收入减去各种成本费用 就是我们的利润总额 那么这个所得税费用 大家要注意什么呀 它不是根据你的利润总额 乘上和税率 因为你想我们在前面 你看表18到10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所得税费用 是我们预先估计的 对吧 而且呢 已经 已经就列入到我们的这个 现金预算里面了 已经列到你的现金预算表里头的了 对吧 就包括其实在我们在实物中也是啊 我们这所得税 我们也是 就等于说就先预缴到年中 你再汇算清缴 对吧 如果有多交 它会给你退啊 什么这样的 所以这个为了避免陷入数据循环 因为你现金预算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所得税的这个 预计的这个支出了 所以我们在编利润表的时候 这个所得税费用也是我们根据 就是已经列入到现金预算里面 那个预先估计的所得税费用 给它搬过来 然后这样可以得到净利润 利润表预算因为比较简单 和会计的那种编制方法是一致的 只不过就是说它的面向未来 所以从考试来看 比较多的考的就是客观题 那么希望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的啊 就是我们的利润表预算 是按全责发生制来编的 它并不是按照那个收复实践制的 那个总关收入啊 支出那样去填 对吧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所得税费用呢 我们是在预先 就是等于说在编现金预算的时候 就已经预先估计好了 对吧 已经列入现金预算了 所以它不是根据利润总额 和所得税率来计算的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对于利润表预算 希望大家注意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以前的一个考题 就问你以下编制方法 就以下有关利润表预算 编制方法中正确的有 这个销售的项目的数据 来自于销售预算 那这个绝对没问题的 销售成本说来自于生产 这个不会不对的 也不能说来自于销售 是吧 就销售成本来自于什么样 我们讲过产品成本预算 这个生产呢 是只有食物量 没有价值量 不可能给我提供成本的数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来自于产品成本预算 销售管理费用 是来自于销售及费用预算 这也没问题 然后他说呢 所额税费用项目的数据 是根据利润表预算中的 利润项目的金额 和适用税率来算的 就这个不对 对吧 所以我们只有A和C是对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资产负债表预算 对于资产负债表 同样啊 和我们这个会计上资产负债表 它的内容格式是一样的 就是它的数据是面向未来的 面向预算期的 那么它的编制基础啊 可以说前面所有的都是它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利润表 实际上也是要给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要打基础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你的实现了利润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利润里面 你再结合你的这个 比如说有关股力政策啊什么的 那你得考虑一下有多少留下来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利润里面留下来的部分会影响到我们的什么呀 影响到我们的所有的权益的期末数 所以实际上 这个表呢 利润表就是资产负债表预算 当然它得有期出 首先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两列 是吧 期出是上期期末 所以我得有期出数据 同时呢 在根据我们前面的 有关啊 我们的这个营业预算 包括 现金预算 还有利润表预算 是吧 我们书上它就是简单说 销后生产资本等预算 等它就给等没了 但是实际上你就想 它放在最后一个环节 前面的预算都是它的基础 其实包括利润表 也要给它提供数据的 是吧 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一下 书上这个例题 首先大家看啊 我们第一个 首先年初这一列啊 是已知条件 对吧 就是这是已知的 又是这是我的编制基础 然后主要看年末怎么填 年末的话 我们现金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讲书上立体 呃 第四季的季末 就是全年的年末 对吗 所以它就是根据 我们前面的现金预算 根据现金预算 第四季的季末 就是全年年末 10360 我就可以得到 而营收账款呢 实际上是根据 我们前面的什么呀 销售预算啊 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在前面讲了 第四季的 就是销售收入 我们书上的例题说 60%在当期收限 还有40%得放到什么呀 以后了 所以我们第四季末的 应收账款 就是全年的 年末的应收账款 我们在前面还已经算过了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根据 销售预算 我们是利用什么呀 第四季度的 这个销售收入 去乘上一个 我们这个 就是销售预算 就是这个 那个收购的那个比例吧 因为限购在 就收销比率啊 收销那个比率 因为限销在当期收限 那还剩下呢 那就放到我们的 这个 等于说下一季度了 所以它就是 第四季的季末的 这个应收款 这个前面我们算过 对吧 然后直接材料呢 这个表18到5 就是我们前面的 那个直接材料预算 这个直接材料预算呢 大家再回忆一下 我们直接材料预算里面啊 我们上要预先要估计好 它的就是这个 我们说 像我们说的 年初年末的那个材料存量 对吧 所以直接材料预算 那个年末的材料 它的这个存量是多少 然后乘上一个材料的单价 所以算出来 我们这个年末的材料数 是吧 实际上我们也给大家 有相应的提示 因为它期末材料存货是400公斤嘛 单价是五元 所以一成就可以得到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啊 产成品 是根据我们的产品成本预算 产品成本预算 我们再给大家前面强调 这个利润表的时候 是吧 销售成本是根据产品成本预算来的 我们的期末的存货成本 也是根据产品成本预算来的 它就是用我们的 就是期末的产成品的那个存货量 乘上单位成本算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的 就是前面的产品成本预算 我们得到 那个期末的产成品的存货 实际上那产成品的期末存量 是根据那个生产预算 是吧 因为生产预算 我们要考虑 它的这个生产量 还要结合你的期出期末的那种存量 然后考虑生产量的安排 所以存货的期末存量 也是预先要确定好的 你用期末存量乘上单位的成本 就可以得到它 然后固定资产呢 是因为我们这要例题啊 它是假设我们本年要新增加固定资产 而且在我们前面编制现金预算的时候 已经体现在那个资本支出那一块了 对吧 是预先的已知条件 所以它这个固定资产是用年初的 加上本年新增加的那个就是我们的 就是固定资产的购置支出 所以这样可以得到你的期末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呢 年初是已知的 然后我们在前面的制造费用运算里面 固定制造费用里面有一个折旧 折旧新提的4000 所以4000加4000就是年末的 是不是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累计折旧 是不是 因为根据制造费用 全年要提4000 所以年末的累计折旧 用年初的 相当于是我们把年初的这个累计折旧 4000 再加上一个本年计提的 4000 所以它这个表里面谈的是8000 是吧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啊 大家看资产这方就完了 我们看应付账款 这应付账款 也是根据我们前面的材料采购预算 就是直接材料预算 那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在前面谈了 第四季度的采购 因为我们知道例题是50% 当期复现 50%是下季度复现 所以呢 我们第四季度的 季末的 季末的这个应付账款 就是我们全年应付账款 就把你的第四季度采购额 呈上一个 我们的这个相当预算 一一减去这个当期复现的比例 对吧 这样可以得到应付账款 所以年末这个数 是这么来的 对吧 长期借款 我们这条例题是假设 年初9000 本年没有新增的 因为我们本年 我们前面做现金预算的时候 我们都是利用什么呀 就是短期借款来调剂一缺的 长期借款没变 他假设普通国也没变 我们主要想谈一下这个未分配利润 这个未分配利润的这个数 应该是年初的 加上本年实现的净利润 还要考虑什么呢 我们减去本年支付的股利 本期支付的股利 大家回忆我们在前面 编现金预算的时候 我们已经预计 预计了要支付股利的支出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 呃 期初未分利润 这是已知的 本期的净利润根据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利润表预算啊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说资产负债表预算 它是最后来编 它需要根据前面所有的预算来 为基础来编的啊 根据我们的利润表预算 我得到我的本期利润 然后我们的本期的股利 这个是已经 我们在预先根据股利政策 预先估计出来的 而且已经 列入了我们的 现金预算表了 对吧 已经列入现金预算表里头 所以呢 这样一来大家看 那么净利润减去支付的股利 不就是本期新增的流程吗 所以年末的 未分配利润 我们就可以得到 你从我们刚才这个编制的过程 其实虽然书上没有说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整个的全面预算体系啊 资产负债表预算 它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全部预算的一个最后的环节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啊 他这样问你 就是关于资产负债表预算 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A呢说资本支出预算的结果 不会影响到资产负债表预算的编制 其实你想我们在 考虑固定资产的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时候 它的这个期末的数额 实际上是要考虑 期出的固定资产 再加上我们新增加的 这个就是购置的这个固定产支出 对吧 所以它不能说不影响 而且我们所有的财务预算啊 不管是我们的现金预算 还是利润表预算 还是资产负债表预算 我们认为它都应该考虑前面的 有关营业预算啊 资本支出预算 可能资本支出预算 从我们说上这个例题 它可能没有直接影响到 你的这个利润表啊 但实际上我们其实影响 就是它你可能说不是直接提供 对吧 但是它实际上 你对于资本支出的购置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有关 这个比如说我要资金的筹措的问题 那我要借款 那就会有利息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把握一点 我们的产物预算 要以营业预算 资本支出预算为基础 那这样的话 这个A它当然就不对了 我们再看B 都编制资产不代表预算目的 在于了解企业预算器的精英成果 其实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快递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说 利润表它是反映企业的精英成果的 对吧 而这个资产不代表的反映 我们财务状况 你可以说了解企业预算器的财务状况 但是说精英成果 这个实际上就不对了 我们再来看C 都说利润表预算编制 应当先于资产不代表预算编制而成 那这个应该是对的 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想 我们在考虑这个资产不代表的 期末的所有的权益的时候 那期末权益 它是取决于什么呀 就是说我们企业所有的权益的变动 一个是可以从外部 那这个就是取决于你的那个筹措安排 准备有没有发股票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靠企业内部留存 就是你的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看 第一 它说资产不代表预算 现金预算编制起点和基础 那这个不可能 其实我们从书上这个编制程序来看 资产不代表预算应该是一个最后的环节 你想我们的这个货币资金的年末数 不就是根据你的现金预算的那个年末数来的 它这个例子里面没有提 它加上产品全部都完工了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它给我的这个具体的数据 那么产产品 直接材料 我这个当然要选 这个生产预算怎么样 生产预算我们说只有食物量没有价值量 对不对 其实我们想谈什么 就是我们教材上这个例题 它是假设是没有再产品 如果有再产品的话 那其实我们也会在产品成本里面去反映 因为我们那里面会反映你的这个有关 比如说包括你的期末存货成本 还有生产成本 对吧 另外我们还要有这个比如销售成本 其实都在产品成本预算里面 可以得到我们的相应的 就是包括再产品存货呀 还有产品存货都可以从这个产品预算里面 去得到数据 但直接材料呢 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这个 等于还没有加工的啊 所以它的是给我们提供材料 这个成本的这个预算的数据的 所以应该选择B和C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例题啊 多计公司在2021年的第四季度 按照定期预算法来编制2022年度的预算 然后给了我们部分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2022年1到4月份的预计的收入 全都给我们了 第二个资料呢 是告诉我们公司啊 我们第一季末的目标的余额呢 定为50万 然后经过测算呢 就是说这个企业啊 三月末预计现金余缺是30万 公司计划采用短期计划的方式呢 解决资金短缺 然后利息支付在还本的时候再支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借钱这一期 就不用考虑利息了 然后又告诉我们预计呢 一到三月份的净利润是90万 没有进行这个鼓励的分配 资料四呢 是假设公司的收入是当月收限20% 下月收70% 还有10%呢 是在第三个月收回 然后公司当月的原材料的金额 相当于次月 全月收入的60% 购货款是于次月一次复兴 另外公司第一第二月份的短期借款 是没有变化的 公司没有蒸发股票 也没有回购股票 然后资料五呢 就给了我们有关 他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 就等于说一些年初的数据 但年末的数据需要我们来填 我们首先来看 因为他这条例题上 你填的是到相当于是个季报 对吧 就是相当于是三月末 这个等于说第一季度的财报 那我们现今呢 这道题比较简单 因为他说了 他我的目标余额就定为50万 他并不是说最低余额不能低于50万 如果说最低余额不能低于50万 那可能你还要考虑 就是有一些影响啊什么 那他这个题就直接告我说 我们定成50万了 那我们说这块就是50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应收账款 就是三月末的应收账款 那么应收账款呢 呃我们这个消耗收入的情况呢 他是当月收20% 次月70% 还有10%在第三个月收回 所以我们的应收账款 首先看三月份 是吧 三月份的话 他是让当月只收20% 所以我们这个三月末的应收款 你就可以想一下 他应该是考虑三月份的收入里头 我只收回了20% 所以三月份收入的80% 应该是应收款 对吧 然后再考虑呢 我们二月份的 二月份的收入啊 他是当月 就是在二月份收20% 在三月收70% 所以二月份收入 截止到三月末呢 就只差10%了 所以二月份收入的10% 在我们三月份还没有收回来 那你要一月份的话 因为一月份的收入 在当月就能收20%了 二月收70% 三月份全收回来 所以我们的应收账款的话 就是只定于三月份和二月份了 那么三月份的收入呢 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了 就是我们的三月份收入是650% 二月份是1000% 所以呢 就是我们650% 这个是1000% 这样就把三月末的应收账款 就可以得到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我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再看他 我们填这个短期借款的是我 是吧 那短期借款的话呢 其实你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需要筹措 由于他这道题呢 他提示我呢 这个期的就是三月末 预计的现金余缺呢 是30万 那等于说我们是正的 但是我们的目标余额定为50万 所以这样一来 你想我最起码我要借多少呀 那我就要借20万呗 那这道题比较简单 因为他不需要考虑当期的支付利息的问题 那因此我们就是 最起码我要借20万 我要补足缺口 对不对 然后呢 呃 补足最低余额 所以我就要考虑 补20万 那既然我们是要用借款要借20万 这个企业的年初612 又借了20万 所以这个C呢 就是612 加上20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应付账款 那应付账款呢 就要考虑你这个材料采购的问题了 那他这里面啊 给了我们这个公司呢 每个月的收入 呃 就是每个月销售收入是当月的 呃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 但我们再看材料采购 他说当月的原材料金额呢 相当于次月 全月销售收入的60% 购货款是次月一次复兴 所以我的采购额啊 那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的材料的 采购的这个情况 呃 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有关收入 比如一到四月份收入 我们啰嗦一点哈 就是我的销售收入哈 呃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他全给我了 啊 我们分别是 六百一千 六百五 七百五 是吧 六百 一千 六百五 七百五 然后呢 他是说什么呢 我们当月的材料 的采购金额是次月 全月收入的60% 那就是我的采购额是按照次月收入 我觉得一月份采购 一千的 百分之六十对吧 二月份是六百五十的 百分之六十 三月份是七百五十的 百分之六十 然后又告我购货款于次月一次付清 那也就是我们在付现的时候啊 相当于是延期一个月 对吧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 相当于是采购支出 他这要听没让算 但是我们可以看 如果要考虑采购支出的话 是次月付清 相当于是二月份付什么呀 付你一月份的 对不对 就这个是在我们 二月份付清 二月份的在三月付付清 所以三月份的呢 是属于什么呀 应付账款呗 对不对 因为你是次月付清 都是付你上个月的采购额 所以三月份的采购额 得放到四月才能付清 所以我们三月末的应付账款 那就是这个 三月份的采购额 七百五十乘以百分之六十 对不对 那就是七百五十乘以百分之六十 因为它是延后一个月付清 所以我们三月份的采购额 就是它的应付账款了 是吧 我们再来看这个股东权益这个数 股东权益呢 因为它这道题是假设啊 这个企业净利润是九十万 没有做股力分配 那既然没有做股力分配 它也没有谈要发股票啊什么的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这个 所有的权益 就是七出权益 要五三九 加上本期新增加的流存 那我们这三个月的流存呢 就是净利润九十了 加上个九十就可以 对吧 所以这个 怎么来编制这个预计的报表啊 当然我们这里面就是只让你填 其中几个数是吧 但是你要把这个就是 其实考试比较喜欢像应收账款啊 应付账款对吧 包括像所握者权益的这个确定 如果我们这条题给你 比如说是股力政策有分配股力 那我就要考虑净利润减去 分配的股力是还是你本期增加的流存 好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预计的报表的预算啊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是把整个第十八章 全面预算的内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整个十八章呢 是分为四节内容 第一节全面预算的概述呢 它实际上 就是我们应该说考试的话 就主要大家希望大家注意一些客观题 就是我们这个预算的分类 特别是我们说 这个预算按照它所反映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内容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分为三大块 就是有关营业预算 还有资本支出预算 以及财务预算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就要会区分 它给了你一些有关具体的预算 你要会区分哪些属于营业预算 哪些属于财务预算 其实财务预算就是我们的 现金预算和预计报表 对吧 而营业预算呢我们教材其实第三节 专门讲讲一堆 那就很好判断了 只要你记住资本支出预算 别给它混到营业或者是财务预算里面 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其实第一节呢就是客观题 注意一下我们的预算体系的构成 然后呢 第二节全面预算的编制方法 谈了有三对预算 每一对预算 它的特点正好是对应的 就比如说增量预算和灵机预算 增量预算是按照历史期的 有关它的这个 就是经营活动以及预算额为基础 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增量预算也成为调整预算 而灵机预算是不考虑历史期 一切从零开始 所以它俩的优缺点就正好反过来了 对吧 所以要对比的把握他们的这个优缺点 而且呢 如果它考试 即使它告你说 公司采用 比如它会告诉你说 我们采用增量预算法 那它会给出你原来的 那么一定会告你有些变化 对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它考试 让你编预算 然后谈了一个用增量预算法编 你就马上就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问题 那个具体的预算编制方法 其实还是我们所谈的 就是第三 第四节要讲那些方法 只不过它给了一个机器的参照 然后告你说 根据这个有一些变化 对吧 特别是像比如说 对于一些固定性的 比如说像固定制造费用 消耗管理费用 它告你是 过去的数 我们要做一些调整 那就直接调就完了 对吧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 可能我们从考试来说 就是说客观题里面 关键注意他们相对比的这个特点 但是计算如果考的话 其实还是把握我们 第三第四节的这个计算 同样那个固定预算和弹性预算 也是固定预算 针对单一业务量 而预算弹性是针对一系列业务量 那么有的时候考试 就像我们去年 比如说他有一套延期考试 那个题 当然他没有公布 当然我们同学有回忆的 其实那个弹性预算的编制 很简单的 就是说 既然他是告你要编制 一系列业务量 针对不同的业务量 那我们其实就要把握什么呢 对于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 他的预算额 随着业务量 是成正比例变动 对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们实际上就考虑 我关键对于 单位的变动成本 我得找到 对吧 就是你要把这个 变动成本 那个单位的成本 就是等于说 我们按照那个成本 直线风程 因为弹性预算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公式法 一个列表法 那么他考计算的话 一般来说 比较喜欢考我们公式法 但是公式法的话 的关键是什么呢 那就说你要把那个B 给找到 对吧 那么B要是找到的话呢 那么你给我一个业务量 B乘X 那我们的这个预算额 就可以有了 然后等于固定那部分 它是不变的 对于混合成本 我们一定要给它分解为 就是或者说给它 变成你的直线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混合成本 我们要给它考虑 线性的话 实际上你就要把握这样一点 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 它既然告诉我们说 这个成本是一个混合成本 那你就想我混合成本 最终就是Y等于A加B乘X 我要利用这个公式 对不对 然后它如果考试告诉你说 这个修理费用 按照我们以往的数据 就是业务量 比如说 告诉你说1000的时候 它的成本 随便说个数 比如说5300 然后呢 又说业务量 比如说是1500的时候 它的这个成本 比如随便给你数 假设我告诉你说是7800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既然给出了 我们不同业务量下这个成本 那么混合成本 你想我就是 最终要给它分解为Y等于A加B乘X 实际上呢 就是说 你都可以利用你数学上的连利方程 对不对 B乘上这个1000 这个也是A加上B乘上1500 你解连利方程 就把混合成本里的A和B可以得到 那A和B有了 那你给我一个业务量 往里面一套 那这个我的混合成本也可以出来 对吧 那包括我们说列表法的弹性预算也是这样 列表法的话 混合成本 它就是直接就给你列式了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用内插法 或者就是我告诉你的 就按照这个成本直线方程 因为它的内插法的原理就也是利用我们这个直线方程 是吧 所以你就可以只要遇到混合成本都利用这种连利方程把A和B得到 然后就可以统一套我们的这个 就是公式法那个就是Y等于A加B乘X 总A总的B乘业务量X 这样来考虑是不是 这是谈有关这个第二对 那么第三对定期和滚动 那么定期预算呢 它的预算期和会计期是一致的 而滚动预算呢 它的预算期和会计期相脱节 它可能会跨年 但它预算期的长度是一定的 你像我们在前面也给大家举了这个滚动预算的例子 但实际上它说是滚动预算 其实就是还是那套编制方法 对吧 我们在编的时候就是把握成本性态那个规律 固定成本不变 变动成本的关键要把单位变动成本B要得到 那么滚动预算它要调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B要变 那你就把那个单位变动成本新的那个变化以后的B得到 新的那个变化以后的A得到 还是用那个成本直线方程就可以得到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的全面预算编制方法 重点是把握相对比的这种特点 是吧 就是这个客观题方面要注意各种预算方法 它们的适用范围啊 相对比的特点这些 那么如果让你去编 那么就是你就想我要利用成本直线方程这个公式去考虑 它的具体的固定成本是多少啊 变动成本多少这样来考虑 不过从我们考试来说啊 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把握这个营业预算和财务预算 是吧 因为像去年它是属于特例啊 因为它延期考上实在觉得不能再重复了 所以它就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际上是一个 是吧 看起来好像是弹性预算 但实际上就是成本直线方程的利用了 但是从考试我们那么多年来说 主要就是考营业预算和财务预算 营业预算的重点 销售生产直接材料 这三个预算要汇编的 考试的时候它其实 你就像我们给大家前面举的2018年那个考题 虽然最终是编现金预算 但是你这个销售收入的数据是根据销售预算来的呀 对吧 然后你的材料采购的数据你是要根据直接材料 而且直接采购是以生产预算为基础啊 所以你得汇算我们的生产量 然后再进一步来考虑材料采购量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前三个预算实际上是我们的重点 人工制造费用是吧 产品成本需要管理费用 比较简单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么注意他们的客观体 他们的编制的基础 相互的勾计关系要注意 那么财务预算编制里面呢 我们说考试可能重点的是现金预算 对吧 现金预算要注意会利用收复实现制 来确定你的收入支出 还有一点就是要考虑 一段有余缺了 多余要会运用 短缺要筹措 是吧 那我们筹措的时候 那我们给大家了一个通用公式 就是等于说期出余额 加筹措减应用 是我们的这个要大于等于那个最低余额 你去推那个筹措或运用的数据 还要特别注意利息的确定 利息要注意考试的时候 他告你的利息 他如果说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那我们在筹措的时候是不用付利息的 那么什么时候还本金 什么时候付利息 对不对 那你这个付的利息的时候 就是还本的时候付利息 由于借款在期出 还款在期末 就一定要注意他的借款的期限 对吧 就像我们书上的例题 你是第二季度借的 对吧 短缺嘛 我们第三季度还 那你还本的时候付利息 那你第三季度还 你第二季的季初借的 那就借了两季度了 对吧 你要考虑两个季度的利息 那么如果要考试考你分期付息 那么每一个 每一期的利息 都要利用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本期期初的借款额 以它为基础 乘以期利率来算利息 在季末的还款数 是不影响利息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一定要用上期末的借款余额 加上本期期初的新增借款 以它为基础去乘期利率算利息 所以这是属于现金预算里面 大家容易出错的 是吧 那么财务报表的预算呢 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预算的编制基础 也是一个要注意客观体 是吧 要注意这些具体的项目 是根据什么预算来编制的 另外呢 就是如果让你去填一些关键的数据 比如说应收账款的数 应付账款的数 包括我们谈这个所有的权益的年末数 我像这些关键的项目 我们还是要会确定的 对吧 因为应收账款的年末数 就是我们根据销后预算 根据你的这个第四季的 这个销后收入 然后考虑它 还有哪些没有收到 我要考虑你的那个 就是应收账款的 这个可以说第四季的季末 就是全年年末了 应付账款是根据我们材料采购的情况 对吧 就是或者说你商业企业 就根据你的存货采购情况 你要考虑最后一期的采购额 但是呢有多少没有在当期 浮现 对不对 那我们对于这个所有者权益 年末数呢 要考虑期出的权益 再加上本期实现的净利润 减去支付的股利 才是你的期末的权益 这是有关这个 就是全面预算这一章啊 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这一章的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